門診時間大概有多少 醫生會給你多少時間看病 我舉一個例子 南部抹醫學中心 心臟科醫生 在記者會前面發現門診人數 有140個人 這麼多 他假設從早上8點10分開始看診 預計看到 1點10分 請問每個病人可以分配到的時間有多少 各位都有手機 我幫大家算 這個白包和病人進來開始碎碎臉 我給他算一算 2.1分鐘 當然有些病人是哪樣 這個狀況 病人跟醫生接觸時間非常的少 我們怎麼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 幫他做出一個很好的判斷呢 所以呢 我們怎麼樣用 資訊的方法 讓醫生可以很快的做一些正確的判斷 而且不傷到病人 治療醫療在目前來講 最大的一個幫忙 譬如說一個88歲的老夫人 他來看我的門診 他說他有心衰竭 又有中風 腎臟不好 糖尿病 又有心律不整 想想這個慕名而來 評估治療的方法 這個很多嘛 病人就拿了一大堆的轉診單 你有時間把他全部都看完嗎 而且要仔細的記錄他的藥物 所以我那時候心裡第一件想的時候 哇慘了 2.1分鐘 這個病人呢 大概花20分鐘 20分鐘就等於我花了10個病患的時間 那這種時間呢 大概就很慘 所以呢 不然你就把藥物抄一抄 就跟他用一樣的藥物 這種故事一直在發生 那我們 智慧醫療有沒有辦法把這個時間縮短 變成說我們幫助醫生 縮短我們比較不需要花的時間 而跟病人好好討論 你應該是怎麼治療 我想這個大家都希望能夠做到這一點 那我剛剛講的心防戰斗 在這邊上一下課 心防戰斗的心臟亂跳 歐巴跳這樣 我們常說小路亂撞 這個亂撞 剛剛這一圈圈呢 血塊在裡面的話 很容易痠塞到你的腦固 所以大家都心慾不整 很容易中風 就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那為了預防這個中風 抗凝血跡變成重要的一個物質 那這是有關醫療的嘗試 不過呢 這個小塊的血塊 一旦曬到腦部 大家如果最快就不中 或者洗熱劑 或者中風 那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中風是一個很值得大家去預防的東西 因為它會讓你的生活產值變得非常的低 所以心防戰斗可能緊接的容易中風 我們給予抗凝血跡 理論上應該會減少中風 這是很多臨床試驗告訴我們的事情 所以我們想說 好我們怎麼改善我們心防戰斗藥物的治療面 這個AF就是心防戰斗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醫師為什麼一直提到說 醫師怕開藥要考慮很久 因為這個還是會出血 我們就在出血跟中風之間 取一個平衡 那我們就回去看我們的醫療系統 各位如果要做好治療 智慧醫療的話 一定要從醫生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因為只有病人跟醫師之間 了解醫療的層面在什麼地方 那我們回去看我們的治療系統 這個密密麻麻就是說 我們病例填完之後呢 我們就給他帶一個分數給他 譬如說他出血跟中風誰比較多 假設說他出血比較多的話 那這個我們用抗醫學器 就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那這個表格很密密麻麻對不對 對不起喔 我也記不太起來 所以呢我當主任的時候 我就想說 不然我們用資訊系統來幫忙補好了 所以呢我們用彈跳的方式 譬如說我們從這個電子系統 然後病人的病例裡面 如果抓到他有這個診斷的話 我們就跳出一個分數 讓醫師稍微點一下點一下 他就會算出兩個分數給你 不會看到 這個分數就會寫在這個下面的地方 這個分數其實是一個公式 但是呢 大家都記不太起來 用這個東西懶人記憶法 那我們可以跟病人想說 你的中風可能是3.2% 然後另外一個是1% 那哪一個比較高 重風比較高 所以這個病人 你可以比較放心的 給他抗醫學器的治療 這樣的一個診訊系統 帶到我們臨床上 各位看到這個表格 應該很清楚看到 我們在執行這個計畫之前 那病人應該開這個藥物 他有開的比例大概40幾% 等到我們治療完了之後 就是給他執行兩年之後 可以上升到65% 上升65% 這是一個相當大幅度的提升 那這樣的一個計畫呢 我們今年去參加 這個醫測會2019年的智慧醫療競賽 我們得到標障 所以他們覺得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可以讓醫生節省時間 而且呢精確的判斷 並能出血跟中風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想這是第一部分 我提到說 我們用治癒系統提醒的方式 各位這樣的系統 在我們陳大醫院很多 很多醫師他會用這種方式 去用這樣的提示系統 告訴自己說 我少開了什麼藥 我是不是應該做什麼樣的檢查 這樣對病人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我跟大家提一下 這個精準醫療跟我們心臟醫學的距離 這個名字有沒有很熟 我們與二的距離 有沒有 如果說 就是各位基層的一個電影這樣 精準醫療跟心臟醫學距離到底有多遠 大家聽到精準醫療一定想到癌症治療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心臟課也有精準治療 而且呢 我們可以利用 智慧醫療的方式 讓我們醫師的診斷 可以更加快速 我們面對一個病人 怎麼開藥是一個醫術 這句話應該大家都統一 譬如說你今天有高血壓來好了 醫生會開什麼藥給你 你也不知道 那醫生說 你穿這個藥 兩星期之後再看火灘 這套句我們院長常常講的話 你這個不準耶 這個不準耶 不是很精準的說 這個病人應該要什麼 但是其實醫師的經驗 會融入這個準的裡面 因為不一樣的醫生 他開藥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樣 那所謂怎麼開藥其實是一門藝術 譬如說 中醫常常講什麼性鼠師啊 這個很大 所以呢 常常臉種種的腳種種 這個是屬於水分比較多的 另外一種呢 就是乾乾的 他常常做起來就會頭暈 這類的 那這種東西呢 在治療上 我們可能會 以不同的方式來考量 所以比較有經驗的醫師 可能一下子他就可以抓到 這個病人的特質是什麼 但是各位知道 年輕的醫師 剛開始的醫師 他可能這個經驗比較沒有那麼足 我舉個例子看 這是一個病人 他可能身上有水分啊 血管硬度啊 還有血壓等等 這個東西成分在這個病人可能是這樣 你給他做一個調整之後 會變右邊這個樣子 再做另外調整 用不同的藥物 他可能變的方式都不一樣 最後 甚至這個紅色的越來越大 換句話說 每個人的體質 事實上是決定 你對這個藥物反應的好不好 好 這是我們在成大醫院 做這個智慧醫療的一個最終的一個目標 我們利用這個資訊的科學 精準的診斷 跟個人化的治療跟照顧 我們希望跟推廣國際 知道說我們的核心價值 是一個提供高品質 而且以人為本 以我們病人為本的一個醫療 你看看我剛剛講那麼多 哪一件事不是為了這個病人呢 得到一個比較好的治療 我們的願景是希望能夠一個醫療典範的一個轉移 包括你從影像學到病人的治療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轉移方式 那未來這樣的一個整場 如果能夠國際能夠欣賞 或是覺得這個位置不錯 這個其實是我們可以把這個經驗推廣到國際 不管是對岸或是其他地方 我想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們從精準治療到個人照顧的話 其實是我們這次在醫療照顧上最大的一個改變 我相信在這個沈院長的領導之下 我們這樣的智慧醫療 會慢慢的散布在我們的每個科別當中 那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醫院有一個 院長室下面的我們有一個生醫大數據庫 那數據庫下面其實含怪了我們現在的 臨床醫學中心 臨床試驗中心跟創新醫療科技中心 這名字都很長 中心名字就是要長才能夠嚇人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創新醫療科技中心下面還有兩個 一個是我們剛剛講人工智慧的這個 這個這一部分 另外一個是所謂的Smart Medicine 也就是說你用比較科技的方式來幫助我們的醫療 左邊的地方是屬於這個精準醫療的部分 那我先談談一下這個精準醫療 因為我們除了腫瘤客之外 我們醫院現在在一些其他科技 也開始推這樣一個精準的醫療 那我們吸血管中心有一個智慧醫療的團隊 那各位可以看到的話 我們包括這個零基礎跟臨床的整合 還有超音波以及這個心衰竭的部分 那神院長同時也指導我們有關於個體化差異 也就是說基因方面的分析 那我們還有心律部整跟志工團隊 你看心臟科裡面還有志工團隊在裡面 這是未來在每個科系可能都會出現 也就是說我們有我們的資訊長 蔣資訊長他也是陳大志工的教授 他會跟我們談談說我們的需求 怎麼透過志工去轉換成可以用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圖呢是一個我們的偶心力學之作 大家可以看到說陳大生醫大數據在右邊這個地方 各位熟悉的這個心電圖 運動心電圖、心導管 還有所謂的24小時的心電圖 右邊這邊是超音波 左邊下面是電腦端層 你來到心臟科 可能心臟科醫師會跟你排各式各樣的檢查 有沒有 這些檢查幫助我們的醫生 可以判斷說你的危險度到底高不高 甚至要做到心導管 但是呢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治療方式 比較傳統的治療 換句話說每個人他的做法都一樣 各位看到右邊精準治療的部分 我們包括病人的基因部分 我們現在開始分析 把它分成低、中、高的危險度 這樣的危險度有什麼好處 我對病人的治療就會個體化 我們通常會希望醫生對我是比較特別一點 但其實我們對每個人都是這麼特別 因為你就是一個特別的個體 那我們透過這樣一個精準治療的方式 會有個人化的建議 我們將在心律部診、冠狀動脈跟心衰竭上 做一些不同的一個策略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叫心臟超音波 我想各位看過我們診 應該心臟超音波排的機會都很高 這個圖呢是一個卡通圖 當然可以看到心臟如果把它剝開來的話 裡面事實上還有很多瓣膜、很多房間、很多的血管在裡面 那我們心臟超音波各位如果有機會做到的話 你看那個檢查的醫師或是技術員 心臟就在那邊跳啊跳啊跳 那這個圖畫得非常漂亮 但是轉換成超音波 你們就看到沒有 我記得我當時學超音波的時候 大概學了三個月 才學看得懂哪邊是左邊哪邊是右邊 怎麼那麼笨喔 我跟你講他稍微轉一下就回去了 所以在心臟超音波上 要用機器去判讀 其實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因為他會懂 他會懂 你講X光就是這樣 但是心臟超音波他是會懂的 那黃牧祥醫師呢 這是我們今天開始的太后跟大家講的 我們利用AI跟聲音以上的資料呢 在黃牧祥醫師的 他現在也在念資工的措施 那我們心臟超音波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蔡偉全教授 以及我當時當主任什麼呢 我們就針對心臟血管可能有塞住的病人 或是心臟看起來有點問題的病人 我們去做一個預測模型 預測模型 預測什麼呢? 預測說這個心臟 各位看到左邊這個心臟 這個一般超音波上面是黑白的 但是我們用這個標定之後 你可以發現說 有些部分是動的比較差 有些動的海不錯 那動的比較差 表示說這個地方缺血 還有這個地方血管可能塞住 如果透過這個方式呢 我們好像可以知道說 這個心臟血管好像塞住了 那很好啊 他沒有放射線 他也這個方便可以取用 各位看到說 自身醫師 一般這樣的治療 大概需要30分鐘 仔細的看大概30分鐘 但是透過黃醫師這樣的一個整理 我們大概用幾千張的這個超音波 幾個個case的超音波出來判斷 那他給他機器學習 大家聽過喔 機器學習這個方式呢 一般的檢察員 再配合上這個東西 三到五分鐘 我們就可以看到 哪個地方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樣的方式呢 事實上診斷率 我昨天跟黃醫師討論之後 他說 不管是敏感度或是精準度 都達到86%左右 一般來講最好 還要到九成最好 那我們繼續呢 把我們所做的檢查 讓這個機器再去深度的學習 能夠看到他以後呢 做完之後 他直接告訴你說 有醫師這個病的心臟是有問題 那我就很高興啦 三到五分鐘就可以做完一個檢查 那這個結果呢 我們黃醫師 融獲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今年的青年醫師研究講 這是很不容易的 那在下個禮拜 我們將跟黃醫師一起到歐洲去 發表這樣的一個口頭發表 我想這樣的事情 除了讓我們醫院的人知道 讓各位媒體先生知道 還有呢 我們讓全世界都看到的台灣 也在做AI這一塊 而且呢 應用度還相當的不錯 這是我們的願望 未來呢 這些資訊 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司令部的中心 來告訴大家說 哇 這個電梯哪一台比較好上去 你們以後可以坐這台電梯會比較快 或是說你在拍檢查的時候 那個23房比較少人 你可以去那個地方做 這個是一個非常 對比人來講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我們應用這些AI的模型 推動這個硬軟 模型 這個硬體設備 也給它提升 用這樣的方式呢 組合成一個 新的醫療模式 這是我們的一個願景 其實當然包括診斷 治療以及照顧 各位想想看 我們如果回家之後 如果有一個機器可以跟醫院溝通 可以告訴你說 我現在 胸悶 我應該怎麼做 他會告訴你下一步做什麼 這樣其實是一個蠻好的一個事件 那目前我們還沒有做到這一步 不過像真的有夢最美 我們一起往前進 所以呢 回到我們跟心臟精準醫療的距離 過去都是用這樣的一個模式 來治療病人跟做診斷 那配合上基因的圖譜之後 我想未來的確是不一樣的一個事件 那左邊的是現在 現在的部分就是說 現況順潔 這個病人大概吃什麼藥 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些藥物可能在病人身上 不一定像你的預期 但是配合上基因醫學的指導之後 我們可能對病人可以做很精準 而且呢 劑量不會過多的一個治療 那提示一下今天重點 像補習半律 第一個 陳醫利用AI跟生醫影像 輔助判斷心臟超愛過後 打了八成六 第二個我們利用資訊提醒系統 提高六成的預防重風藥物的開力 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得到一個保障 那智慧醫療 企圖讓醫師的眼光 從電腦移到病人身上 不管你是胸部或是肚子 好好的看這個病人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多一點時間跟病人討論 就是我們在做一智慧醫療最重的一個目的 重點二呢 承擔醫院的生醫治藥庫 可以協助精準醫療的運行 那各位現在我寫的這個 心臟血管科 腫瘤 神經內科 放射腫瘤 腹腸都有 包括急診 跟重症內外科 我們不同面向的問題 都在進行當中 未來在過幾個禮拜之後 我們可能有不同的提醒 會告訴大家說 我們現在做到什麼樣的地步 讓大家對我們成大的這個智慧醫療 更進一步的了解 那順便稍微廣告一下 不過這個報名已經額滿 在八月二次也就是說 這個星期六合 我們在醫學院第四講堂 有一個跨領域的醫學 這個智慧醫療的研討會 非常歡迎大家有機會可以來看一下 目前來講我們是安排從早上八點八點半左右 大概直到下午三點五十分的時候 所以大家路過的話 不妨進來看一看 看看說 在學界 產業界 還有我們醫療界 對這個AI看法 到底有沒有一個共識 未來的發展是如何 最後兩張 這個左邊是我們這個活動 大家可以看到說 像多朗 很多是教授 還有一些廠商也有 就是說業界的話 他們有一些非常好的電腦 或是一些診斷的工具 那我們也有邀請到 其美的病毒部的部長 一起來分享 所以從加世達 研華 以及明明利亞 這些東西的話 事實上在在都顯示出 在省院長的領導之下 我們對於智慧醫療 的確是非常重視的一塊 右邊是什麼 右邊是我們智慧醫院 已經畫的一個藍圖 大家可以看到說 很多這些老人在這邊交朋友 台南本來就是一個適合居住的地方 從外觀來看的話 大概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期待2022年 成大醫院影法智慧醫院 能夠跟大家見面 而且呢 為台南遞窗 這個影法組呢 提供一個健康服務的照顧 謝謝大家 美國的衛生區也是希望能夠提高這個數字 大家知道喔 我為什麼要找這個心臟超音波 因為它是一個挑戰性比較高的一個技術 假設你是心電圖 沒有到九成我大概也不會看 因為我看都超過九成多了 我就不會相信這個醫療之間 但是心臟超音波跟技術的非常有關係 能夠到八成六其實是相當不錯的一個數據 那這個東西目前來講 我們當然還是在研究的階段 這個東西我們還沒有到說 跟鄰近的醫院或是做一個大型的臨床試驗 但是如果你要最後讓美國或是全世界同用的話 一定要再做一個臨床試驗去測試說 你這樣的檢測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據我知道 美國FDN呢 它核准這個AI的智慧醫藥東西 在去年的時候突然間就停下來 因為它發現這些驗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光只是說我做了一個不錯 我就讓全世界都用 不行 你可能還要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體型 不同的這個狀況 它做出來都是一致性的 它才會接受 像眼底 現在全世界能夠接受就是 眼底的這個AI的判讀 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心電圖的判徒全世界都沒有接受 所以這是比較簡易性 而且你可以看到說它都是固定在那邊 我為什麼提心臟超音波 因為它困難度很高 你給它挑一挑 你要抓得很準的確是不太容易 我看過黃沐曉醫師在抓這個影像 沒有味道沒有你 看那個形狀怎麼跳來跳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八成六其實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數據 那跟有經驗的醫師來講 到底有多少 大部分的醫師要打出這個有局部的異常的話 通常都要非常非常有信心 所以大部分都是不太會打 所以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技術的話 可以讓一些比較沒有經驗的醫師 可以提早一點成熟到這個技術 第二個的話呢 在判斷上也可以讓眼睛比較不好的醫師 它在判斷上也可以得到一些幫忙 所以我想這個系統的話 未來我們還會嘗試讓它更精進 而且呢 就如同你所說 我們可能會跟其他醫院一起合作看看 像這樣東西可不可以應用在其他不同的技術上 第二個是提高六成 這六成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跟我們還沒有用這個系統來使用之前的比較 增加的六成 那有些病人你就是不曉得他的初血到底有多少 中風到底機會有多少 所以你不太敢用抗瘍血劑讓他吃一輩子 所以很多醫師就會籌促不前 我們做這個系統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提醒他這個疾病是存在的 這個病如果是的話 你該用的藥應該就要有 第二個是讓你有判斷它安全跟有效之間的一個悄悄吧 假設說安全比較好 那用應該沒有關係的 但是如果他危險出血比較多的話 那反過來你在使用上就要特別考慮 省下來的時間我們可以跟病人做一些 醫療上面的這個訊息 分享你這個治療這個決策 把病人叫過來 跟家修叫過來 大家討論看看 這跟要講 所以省下時間我們可以跟病人多做一些溝通 大概是這樣 那其他台灣現在的確是這個 AI的訊息 雨後存損 每天至少會有一兩天 我想早上起來看 就有很多什麼Google 又把什麼東西放在顯微鏡上面 這個東西真是太多了 目前來講 新戰科最常被使用大概是新電 我剛剛提過它的門檻很低 我們現在也跟台大還有其他工種他們的合作 就是我們把電腦斷層的影像 有部分就是傳輸到統一的系統上 這個東西未來可以 電腦斷層做完之後 我們就判斷血管哪裡有問題 這是我們未來的一個夢想 但是這個收完都還在進行當中 所以真正AI用在心臟科 說實在不多 那美國有核准一個就是iWatch iWatch 穿戴式的裝置去偵測你的心率物質 這個在台灣好像沒有核准 所以很多東西都必須要在地化再驗證一次 所以目前來講 各個科大概是這個樣子 如果說我們醫院其他科別 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在腫瘤科上面 也有很多基因的篩檢 包括我們剛剛講 如果某種癌症 他可能會用記憶改變 他才能用某種藥物 他目前上建議都是一定要用的 那在我們醫院系統上面 我們現在 譬如說在急診好了 我們有跟這個 有一些智慧白板 智慧白板 讓病人的流動呢 我們可以去監測它 去知道說怎麼樣 把病人的比較篩的地方 把它疏散一點 讓病人的就醫方式 能夠得到一些改善 這是其中一個啦 我們在重症加護病房裡面 也有很多數據的蒐集 希望未來對這種重症的病人 能夠比較早知道 第三床這個看起來 血壓不太穩定 它這個曲線看起來 是下一個會出問題的病人 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把重心移到 這種比較可能會產生危險的病人身上 我想這個 智慧醫療的確需要很長的路在走 那我們醫院就是一步一腳印 目前先報導到這邊 謝謝大家 可不可以先救剛剛的問題 所有的藥物對所有的病人 都不是百分之百是好的 剛剛劉主任有講到說 你必須考慮它的風險 因為這些藥物會造成出血 所以過去在沒有這種精準醫療的 這種資訊輔助的狀態之下 醫師必須憑自己的經驗 憑很多的資料去做一個決定 這個病人要不要用這個藥 這樣子 那因為已經有強烈的證據顯示 剛剛講的那一種心理不整 就是心房症狀 是應該用抗理學劑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用 因為很多的狀況是不能用的 那醫師就不去整合這件事情 我們把整合的這件事情 交給電腦來做 就是電腦會去搜尋這個病人的 病例裡面記錄的很多的資訊 然後他就會提醒醫師 應該怎麼樣 那這件事情 在國內的各醫學中心統計 病人使用這個藥物的比例 已經很多年了 那全國有一個平均值 我們因為實施這個系統 兩年來 我們的使用的正確性的 這個正確性是遠高於全國的平均 這就是這個系統對我們的幫助 那對我們的幫助不是重點 是對病人的幫助 由於這個系統開始實施之後 我們卻統計了 還沒這個系統實施之前 中風的病人 一兩年內再中風的機率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 中風的病人 他不會只有一條血管在生鏽嘛 然後裡面有好幾百條血管 一條生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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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第二條要塞住 不知道 心臟打出來的血塊也是這樣 所以他就是有再中風的機率 那我們去統計 之前的再中風機率 跟使用這個系統的再中風機率 這個對病人來講 他下降了七八十% 所以這是真正對我們的民眾 是非常有利的一種 因為有智慧系統來幫助我們來完成的這些 都對全國的體重是有利的 我只補充其他的心臟科我懂 我懂是神經科的中風 謝謝 那另外一個問題 主任我先請教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運用AI生意影像資料 這個輔助判斷心臟超人波 就是達到8次了 那就是過去 過去來講如果說沒有運用AI生意影像資料 我們一般醫生本身靠經驗去判斷的話 那個正確率會大概是多少 這個的確是過去沒有很明確的數據 那如果是已經被很完整的訓練的醫師的話 我覺得大概7成到8成總結算不錯 那為什麼這個可以那麼高 因為他不會累 機器不會累 但是人眼睛會累 所以等於是說我們用很多過去醫師的經驗 來判斷未來我們看到的圖形 這就是AI的觀念嘛 我們現在遇到一個新的圖形 判斷上就用機器來判斷 我不要加上人的因素在裡 因為機器不會累 所以他可以看得 一二再三看同一個地方都沒有問題 那對我們來講會 Case比較多 病人稍微動一下 可能他就看不太到 我覺得7、8成大概已經算不錯了 好請各位朋友看看其他的 是還有這邊右邊 劉醫師你好 那個 我們剛剛聽到這個 AI這個問題 基本上我們承擔醫院的一個 設備的 醫療設備 他應該是會增加 然後他會因應未來的這個 醫療走向 如果說 醫院這邊的一個 治療方法 或者是說他的一個 照護模式 因為設備的增加 他會不會也同時會造成 我們病人這方面的一個負擔 經濟的負擔 或者是說 這方面 將來也是健保局這方面 也會做一個一個 助這樣子 謝謝 這個問題是比較艱難一點 我也不知道健保局會不會改變 但是到目前來講 其實我們剛剛開中民意有跟大家提到說 我們的智慧醫療 承擔醫院想要做的智慧醫療 是不要增加病人的負擔 為前提 那你說怎麼可能 你做這麼多東西 都不增加病人的負擔 所以其實這也是 在醫療道德上 必須負擔的一部分 那 其實我知道有很多 其實他們 有些蠻不錯的這個 智慧的病房 他們就是另外要再加價錢 在我們承擔醫院 我們九名心臟科的病房 雖然我們有這個雲端智慧病房 但是我們對這些病房 並沒有任何的假假 所以我想這是 醫療上我們本來就應該遵守的原則 我們做這個其實為了病人 如果把價錢加在病人身上 而且是非常昂貴的話 並不是一個合理的方式 那健保以後會不會起伏 我想在基因的檢測上面 那健保慢慢有開放說 有些基因檢測是必要的 那這種東西 既然這個必要會影響到後面的治療 跟病人的成功率 那健保會有部分的給付 那這個是整個國家經濟層面 負擔的一個問題 對我們醫院來講 我們如果負擔得起 我想 就跟大家院長來回答 負擔得起的話 我們會盡量以病人的角度 來考慮這件事情 好 謝謝 這個整個最終的目的是提高醫療品質 醫療品質一提高以後 你在很多的物流管理 很多物理要浪費會大幅下來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回饋到整個病人身上 所以像剛才劉主任講的有一個 心臟科那一邊 有一個是有顏色一個沒有顏色 其實整個過程中 可以用這張 整個只是我們將整個大數據 做一些運算跟統合 病人的檢查沒有增加 病人的成本也沒有增加 但是整個對病人的 提供的治療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想想回答業績這樣的問題是 這不去專門購買 給別人購買這幾部位 這跟智慧醫療是不一樣的 謝謝 好 還有沒有朋友要 有很多的數據進去 他的精準度就會一直一直的提高 所以你必須要有更大量的訊息 丟給電腦學習之後 他的學習力就像我們 學生給他做題目 做久了他就會把題目就背起來 一樣的意思 那我們如果說可以提供更多更精準的影像 給電腦的話 他就會去學習說 原來這是有問題 那是沒有問題的 那一般來講 我們現在 這個計畫目前還在進行 也就是說 86%這件事情 大概是半年前的事情 那我們慢慢數字加進去之後 過一段時間會再去檢測他的精準度 那如果說有更多的個案來學習的話 這個數字一般都是會再提高的 所以回答你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不知道 他沒有辦法再提升的原因再來 但是他是一個黑盒子 就是AI常常是一個黑盒子 這個潘朵拉的盒子 你都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麼樣的評算 但是透過這些大數據的一個更新 就像我們下圍棋一樣 他為什麼AlphaGo可以最後贏到人 因為他不會累 而且他思考 就是靠這個大盒子的訓練 我想 你的問題應該就是說 我們如果給他更多的 好的影像的學習 對這個數字 一定會有更好的一個提升 我們預期 他這種86%應該是一個 目前的數字 應該是會再繼續往上升 所以如果有新的數據 我們再跟您報告 我可以補充一下 再讓大家更了解 所謂的AI到底是怎麼回事 AI是一個資訊系統 建立起來的一種功能 那這個功能 大家可能在媒體裡面 也看到很多的什麼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是純粹是從英文的 Deep learning翻譯過來 它其實跟深不相関 它只是一個東西重複的學習 就像我們小孩子在學習走路 它一開始會跌倒跌倒跌倒 學一年兩年 它就比較不會跌倒 它就比較懂得方向 那這個也是 我們這樣一個系統去學習 這一些心臟超越波 我們由醫師之前的資料判斷說 這個是有問題的 這個是正常的 這個是有問題的 這個是正常的 會給這個電腦去學習 那麼它就會產生一種運算模式 這個運算模式 我們丟一個給它 我們不知道不要告訴它 這個是有問題 或者是正常的 我們丟給它 它就會出來 運算模式就會出來 那現在的這個運算模式 出來的正確率 當然我們可以看嘛 是86% 只是這個系統的運算模式 現在86% 可是呢 假設我們在丟以後 逐漸的丟很多的資料 給它一直學 這個裡面的運算模式 它就會一直去調整 調整調整 它變得越精準 調整到精準以後 它就可以高到 也許超過90% 所以剛剛有一位朋友說 為什麼這個還沒有推到臨床 因為剛剛劉主任有講到 推到 要到90% 我們才敢推到 推到臨床 因為現在在研究中 在發展中 那當然 如果以AI的Deep Learning的這種機制 你只要給它 為 之後都會有錯誤的資料 它當然會越學越差 你都會正確的資料給它 它就會越學越好 越學越好 那而且是 它在學 不像我們人類在學 它在學也不會累 它不只做事不會累 它在學也不會累 它可以24小時 每一秒鐘都在學 丟資料給它 它就會越學越好 所以以後 這個如果第一次初步的資料 說是16% 那就不要玩了 為什麼今天劉主任會講 因為它會到86% 所以這個是完完全全 是可以看到它會成功的一個案件 當然要成功就是要到90%或95% 那我們就是再會以治療院 那個原理是因為這樣子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的面積朋友 我再問一問題 那個陳醫推展訓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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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臟訓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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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 因為在臨床上你要推動一個改變藥性外 不是那麼簡單 有興趣的科選手 大概有十個科普 大概一半以上的科普都加入這個計畫 再繼續拿走 他就是說 在院長提議的證據的科普通訊件 有一個謝謝 他都在招牌都跟我的東西都類似這樣子 再來還有沒有其他的 院長你的院景是指 我們陳醫所有的課 未來希望都能夠朝向就是 我想 對因為其實醫療最大的挑戰 不是在各個醫療院所之前的競爭 是醫護人員對這種新科技的接手程度 這個一定是這一波的 一定是我們要承風波 最後大概三到五年內 這個已經全面性都會發展了 謝謝 還有其他的意見或者要詢問的